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開箱主題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包川本濾紙 那為什麼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濾紙呢 因為其實目前最近這一年來呢 其實各大廠家都對於濾紙的生產技術 都有了很多革命性的一些想法 以前我們可能對於濾紙會覺得說 那不就是過濾用的拋棄物嗎 那為什麼現在要討論這麼多濾紙呢 因為現在目前手沖咖啡 過於流速的要求越來越精準 那濾紙事實上來說 它對於控制流速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的 那當然還有它的過濾效果 有些濾紙它會吸附油脂比較多 或是吸附味道比較多等等等 那這些東西的綜合考量 其實就是各位手沖的細節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個濾紙 其實它的特色是滿有趣的 但是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製程以及材料 那我們可以從三個大點裡面去做思考 第一個點就是它的原物料 那川北濾紙使用的是真葉磷的纖維 那其實一般的濾紙都是用各種植物纖維 比如說麻的 棉的 或是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用植物纖維 那真葉磷的纖維的差異是哪裡呢 其實學長剛開始是聽到真葉磷也是有點霧煞煞 但是經過我稍微求證了一下以後呢 這一點的差別在於是說 這一點的纖維會比一般的植物纖維來得長 大家有看過那種網路上 或者在賣那種吸水布啊 長纖維的吸水布 那纖維越長 事實上它的吸水能力 吸油能力會更強 所以你尾韻喝起來會相對來說 會很乾淨都會增加 因為它會把比較厚段的油脂部分吸附掉 所以當你的油脂稍微降的時候呢 雜味也降但是呢你喝起來呢可以更凸顯前半段的風味 或是甜質的時候呢是不錯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因為它是真葉磷的纖維 真葉的纖維呢其實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所以呢當我 折好放到濾杯裡面的時候呢 它摸起來會覺得好像它的 形狀是比較容易固定的 因為它的紙質會比較硬 所以就在沖煮體驗上面 你會覺得這個濾紙好像蠻聽話的 沖起來蠻舒服的 那這就是真葉磷纖維的兩個特色啦 當然它適用於在各式各樣的錐形濾杯裡面 那第二個特色就是關於它的 雙層纖維所引發的流速狀態 OK 那一般來說呢 濾紙以前傳統濾紙大部分都是單層纖維 然後就是裡面跟外面 摸起來纖維的密度是差不多的 那他們就設計了自己想要的 的流速嘛 所以它使用的是雙層纖維 所以裡面呢是摸起來有點滑滑的 外層摸起來有點比較粗一點點 代表說裡面跟外面的 它的纖維的密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種設計上面呢 會讓你的流速得到控制 一般來說單層纖維 如果密度比較酥一點點的話 它的流速會變得很快 OK水會呼嚕呼嚕就直接下去了 但是如果是雙層纖維的話 流速會比較適中一點點 那比較有名的案例呢 其實就像哈利歐 哈利歐的濾紙呢 目前它都是雙層纖維 而且它的內外纖維差異很大 裡面非常非常光滑 所以哈利歐就算是比較算是 偏慢速濾紙的代表 那穿本呢就可能介於 快速跟慢速的中間 流速算是比較適中的 它的強項呢可能就在於在做酸甜這一段 就是甜度其實對它來說 是比較容易表現的 因為它的流速不會太快不會太慢 所以搭配V6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我覺得它整體風味來說 流速還是比較剛好的 不會太快 第三個特色就是關於它的漂白了 那當然一個目前的濾紙呢 它的漂白技術 基本上呢只要是牌子大一點的濾紙呢 它的漂白技術呢 都是比較科學 而且比較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像川本呢 它也是台灣設計它的流速 但是是委託日本的濾紙大廠 幫他們生產的啦 所以它的漂白技術當然是不用太大問題的 無論是紫薑味啊 或是一些異味 基本上都喝不太到 所以可以確保說你的咖啡是乾淨 不會有異味的 然後呢它的處理方式呢是酸素漂白 所以在健康上面各位也不用太緊張 基本上都是符合 濾紙的安全規範的 OK 那以上三個重點的結論呢 就會引發出 那這張川本濾紙它的風味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 小黑很簡單跟大家講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它的流速是比較適中的 所以酸味會降低 甜質會增加 這是第一大重點 那第二大重點是因為它的纖維比較長 吸水跟吸油能力都會比較強 所以它尾韻的部分的油脂感會降低 但是它的乾淨度會增加 所以這兩大特色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會形成出一種頗有趣的一種風味 那聽完了這個結論以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川本濾紙跟其他濾紙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實驗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流速 然後第二部分是我們測完流速以後 我們直接來平飲 來直接橫向比較說 兩杯喝起來的風味效果是如何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研磨度呢 兩種濾紙 我們都用一樣的研磨度 那當然給水 還有 整個手法我們都做 盡量做一樣 好 好 開始了 水溫90度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中心柱水加挖沙 好 悶針 一 二 三 繞兩圈 回中間 42 那我們第一段都悶到45秒 所以 兩種是流速上面是不會有差異的 那主要呢 的流速差異呢 就會在 第一次中心柱水跟後面兩次挖沙的差異上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種 因為是真葉磷的纖維 所以上半步好像沒有吸到水 所以它需要更多的 使水來把它吸滿 所以它的流速會比較慢一點點 好 第一段 好 我們中心柱水 這一段呢 中水 然後我們沖到180 可以看到 中心柱水部分已經有一點點粉塵 旁邊有液水 一點點液水的狀態 但是也不嚴重 一點點 好 180 我們看一下整體流彎的時間 然後後面兩次挖沙 大約1分35秒 第二次 240 它1分55秒 第三次 三百整 三百整 好 大約在 2分30秒左右 就基本上沒有什麼流 剩一點點 剩幾滴 大概是2分30秒 大約 川本濾紙呢 跟我們目前市面上流速最快的濾紙呢 中間大概有20秒左右的差距 那大概在 2分半左右 我們 大部分的水都會滴完 那 比較流速比較快 大概2分10秒左右 但這個20秒的差距呢 就會讓風味呢 往後面走一點點 OK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我們先喝 這個 這個是流速快的濾紙 香酸很分明 然後呢 油脂的 油脂感呢 其實還是比較顯著的吧 因為它的 纖維是在短纖維的情況之下 油脂的 釋放就蠻適中的 就我們會比較多 所以喝起來會原润度就比較高 那我們來喝一下川本濾紙 嗯 那川本濾紙的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 油脂的量有降低 所以呢 相對來說 因為油脂呢 當它比較不多的情況之下呢 酸質跟 甜質呢 就蠻立體的 就會 比較不會蓋掉酸質跟甜質 那喝起來整體的層次感 就會比較顯著一點點 所以酸甜感是蠻顯著的 那這個快流速的濾紙呢 短纖維的濾紙呢 它的油脂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喝起來是原润度高啦 但是層次感呢 就沒有川本濾紙來得好 嗯 這連喝起來是比較一片的 原润度 其實是我用 層次感比較顯著的手法 嗯 然後相對來說 甜質的部分呢 就蠻容易被表現的 如果各位對川本濾紙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搜搜看 那 一般來說 它的價位 可能會比傳統的 一線大廠 再便宜一點點 那對大家來說呢 可能也是一個小小的利多囉 好那關於川本濾紙 它的風味 它的 採用料 它的 織法 然後還有實驗 以及最後它的價位呢 現在都已經跟大家簡報完了 那如果各位對川本濾紙有興趣的話 可以網路上看看囉 OK 那如果大家對濾紙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為大家來做簡單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